肖战地广被撤了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肖战地广竟然被撤了 好消息是新上的地广 新推的地广竟然还是肖战 之前不是套子在上海太古会 包了那么一大块瓶 然后专门放肖战吗 然后前两天他的代言就给撤下来了 结果新铺的地广竟然是保湿柔肖战 小飞侠就以铺地广工作人员的口吻去调侃 说这不是刚撤下来的就是肖战吗 怎么贴上去的 还是他 看来看去还是一个人啊 真的就是两个高车品牌在那给肖战做接礼 我觉得路上的行人他都会分不清的 明明前几天看到肖战 这两天看到还是肖战 没有啥变化呀 但是只有小飞侠和品牌方知道 是造型换了 衣服换了 还有他的品牌logo换了 然后套子又干了一件特别牛的事 他在上海静安寺的对面 又安排了八块特别大 特别醒目的肖战地广 据说以前是被几家手机品牌 长期联合罢评起来的 但是这一次套子竟然把他直接给包园了 就真的不得不说套子真太好哼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他在泰国竟然还包了一整条街 我的天哪 什么概念 肖战不愧是套子第一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套子直接把这牌面给拉满了 以肖战现在的商业价值来说 不是那种特别厉害 特别顶级的一些高涉品牌 他基本上就很难请到 如果说一旦请到了肖战 那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品牌很厉害 在行业最起码都属于头部的位置 所以他们一旦请到肖战之后 就疯狂的去铺地广 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肖战是我家的代言人 请到肖战真的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所以你看在很多城市的一个核心商区 我们总能看到肖战各种各样的一个身影 就直接遍布了 不是这个品牌就是那个品牌 就可以说现在出门就是五部一小站 十部一大站 处处都是肖战 我们儿子的肖战 而且肖战